波瑋剛剛要補充 大概是每一個軌道的運輸系統 都有一些SOP 那這一次我認為中級的公司 他比較大的問題是 到現在他比較 他好像沒有把話講清楚 到底是像... 有話說很清楚 我們就衰 算人衰啦 他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當事長現在要下台 其實我們不是很要人下台 你把事情講清楚 到底他的第一次 他第一次的檢討報告裡面 沒有提到十四次的警報 不知道啊 那人就不知道嘛 第一次的檢討報告 說真色停車鈕 結果我就... 我說一個故事很好玩 我後來找到一個緊急停電鈕 停電之後 他是軌道消遲 列車自動煞車 你軌道沒有電 但是你的車有電 是會起發煞車系統 也就是整個月台區域裡面 唯一顆按下去 他會煞車的東西 他沒說 總結都沒說 我實在會知道這件事 某一個地 你可能不知道 以前是不是你的補色 某一個高峰叫他 他去問我的客廳 我一個客廳 我在臺灣 既定工程的顧問 他說 不好意思 顧問請問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紅紅的按下去 他會發生什麼事 他也不知道 總結自己不知道 好可怕 連後 我應該是 拜三拜是我先的事 我拜五 跟某一個媒體 拜託 他說你幫我問一下 總結的總經理 知道有那顆嗎 僵託報就要動輸了 我那個時候 我自第一天到那個時候 我都是替總結講話 去問那個總經理 總經理給我印什麼 你看那顆沒作用 那顆刺的不停 是喔 連後他回頭 他就跟他們那個 王冠說 那顆刺下去車會滑行 所以有一個人 早來跟我說 那顆刺下去滑行 結果 最好算 也不是好算 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總結都有技術文件 我第一天 我就跟王毅穿透了 他的技術文件 寫得很清楚 如果沒有這個必案 什麼意思 他說如果 如果 如果鐵軌消遲 那駐車要自動煞車 是規定的功能 就是如果他如果 接受到 整個沒電源的時候 整台車要停下來 這件事是比較重的 結果就是這樣 沒整年 整頭之後 還減第一時間 我說有這顆的時候 總結說什麼 總結說我假訊息 他就有時間拜託 叫那兩萬九千 可能也不是兩萬九千倍 很辛苦 他們會說 那都是我們感染的 拜託的時候 叫小編加班 什麼程度也是假訊息 他就沒用去檢討他們的 標準 這是比較不好的 剛剛呂市長講的 那麼當然 自動化是一個趨勢 醫療連公車什麼也都自動化 但是自動化的趨勢必須建立在安全 還有監督 這次顯然就不安全 沒有監督 那剛剛宜川兄所講的 那個軌道電流OK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有第二道保險 你以為他鐵軸下來 像他這次說的 台東市政府說的 因為是鐵軸下來對不對 你軌道也沒影響 他的說法是這樣 鐵軸下來 沒有政策道對不對 會怎麼樣 所以要有第二道保險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其實益川兄所說的 捷運文湖線 然後新北環狀線 跟台中綠線 我住的地方 現在有一個新北捷運三英線 也是中運量的 萬大線也是 也是中運量的 中運量的意思是跟捷運綠線 是一樣的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怕死人 我這樣坦白會嚇死人 你知道嗎 那所以我們說自動駕駛 沒有錯 那但問題是 你必須有人去監督 顯然你靠行公中心 台中是沒那麼多的 那我覺得 那個水車員跟保全 他們進了 他們自己的職務 應該做的事情 但現在顯然 他們要把所有的責任 往那邊推 還有啦 其實是台島 這個代理董事長 為什麼要下台 這個總經理 其實也應該要下台 我覺得是他們的台島 因為他說我衰 不是要怎樣 他們的SOP是有問題的 他也沒有講 剛開始還要大家 對衛中捷鼓掌 還鼓掌對不對 那後來還怎麼講說 他們的專家在想解決辦法 比電視上那些 為民喉舌的名嘴 還要認真 他這樣說對不對 是什麼心態 我們不是在 我說坦白 沒有發生這個事 你都永遠沒有發生這個事 我們也不會去檢討跟改進 但是他們現在想的 改進辦法是什麼 增加手勢 然後還叫保全員 隨隨必要受腳去 攔在那個車門那邊 你知道嗎 他都這樣 攔在那個車門 然後控制盤先打開 不是說有中缸 就按庭 你知道嗎 這都不是 這都不是自本 這些都是 智標 不是自本 只有過了一年兩年的 有沒有 衰是向衰 衰是保全衰 衰是行車員衰 他們的工作加強 加大 然後萬一發生事情 就推給他們 那我要請教徒 В 這個新庫埃 沒有這麼大的事 老闆怎麼都沒看看 老闆只有派兩個小樓樓出來道歉 第一時間是發言人出來道歉 那你就看那個發言人很失意說 對不起 我們做錯了 我們深感抱歉 就這樣 一條人命深感抱歉 十個人受傷 連下跪都沒有 十個人受傷 小事啦 溫馨復發殺人無數 十個人那算什麼 然後後來第二天呢 他們總經理出來 總經理其實也是小樓樓 因為所有決定的事情 都是鄭青天一個人在決定的 鄭青天是誰 鄭青天是新婚發的老闆 總裁 董事長 總裁 對 所有事都他決定 不管他做什麼燒殺 掳掠 或者是說偷工檢道 或是官商勾結 真的是燒殺 掳掠 台中那個案子是燒掉 台中燒了不止一個案子 陶建有很多案子都燒掉 所以是燒嘛 那殺是殺工人 是偷工檢道 所以殺工人 那掳掠是什麼 新店有個案子是官商勾結 就是把那個旅館用地 把它分拆 就是跟新北市政府 來做官商勾結 所以不是說知道掳掠是什麼 好 那我們講說新北方多爛 就好 最近不是檢討他到底有多爛 這全部台灣幾乎都通盤檢討 桃園有六個案子 其中有四個案子有缺失 台中九個案子都會有問題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案子是 已經叫你停工了 他早上還偷偷施工 然後這其中很多 每一天我的網友都跟我講說 史惟哥 他那個案子又偷偷施工了 又在拘東西這樣子 那因為沒有媒體看到就沒有 然後台南兩個案子都有問題 高雄十一個案子 有十個案子出現狀況 所以有沒有死人在新北方中 是必然 他一年大概死個三五個人跑不掉 公安 公安意外死三五個人這樣 所以你說 老闆不出來 老闆會覺得 我就好 我就賺錢 沒辦法 對不對 因為他曾經在台北的萬華一個案子出事 就是地下室原本跟你講 所有健身房五星級的東西 後來就違規 因為他是那個違規 就是二次施工 後來被拆掉 然後呢 建商就 媒體就嚇說 建商冷回 不然你去告我 告了再說 真的這樣講嗎 真的啊 建商冷回不然你去告 而且這個新聞出去之後沒多久 大概兩三個禮拜 你全部都找不到 全部被下架 是 所以消費者為什麼會知道 新復發有多爛 消費者不會知道 因為新聞過一段時間 全部都下架 那我請教 因為我們如果說 姐姐那人這麼多 如果說發現說好像有危險 你才判斷嘛 剛才你按那個禁止按鈕 後來發現根本就是我誤判 沒有危險 這樣會有事嗎 台中的是罰五萬 台北罰一萬 所以我如果去按那個禁止按鈕 剛才停下來 這樣罰一萬 台北罰一萬 台中罰五萬 台中罰五萬 高鐵又 沒有刑事責任 沒有 台北曾經有發生一個禮 一個桌子 他要坐這問題 頭膝太油放 清潔 油料太濺 頭膝太濺了 他說 這待會兒人 撕大 鞋子比較短 大致就跨了 那個射桌這樣很嚴重 看到 背上有一個紅色的按鈕 都把它刺下去 刺下去 看奇怪 這有車怎麼停下來 那顆就是緊急停車內的刺下去 後來這有公司罰一萬 但是不知道再用到 對一萬行政法院 就說這不要罰了 這就不是故意的 他也是為了生命 因為那是浮浮林 對啦 浮浮林 其實他在外面有聲稱 叫你不要亂議 當然啊 做高鐵 所有捷運車廂 包括台鐵都有 都有那一個鈕 但是有一些是外面有壓克力板 要打破 那有些要抽起來 那台中捷運是外面一張貼紙 那個貼紙一撕起來 其實就可以按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說 那個隨車員 其實他不一定要打開那個控制盤 他其實門邊那個鈕 他轉個身按下去 這個車子就停了 跟博偉說 月台上面有一顆 叫做斷電鈕 第一次說的時候 捷運公司說 那個不是緊急停車 全部會亂講假消息 全部會說那顆叫斷電 什麼叫斷電 因為只要斷電就會停車 對啊 現在他會說 那顆不是停車 那顆是斷電 那顆就是中海關的意思 你把中海關關起來 暈氣就沒有了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說 中捷現在的態度 也是這樣 就是說他就覺得說 你們都亂說 要玩那些文字遊戲這樣子 一點點就就缺 想問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